网友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健康有约 我是主持人常婷 那么这个依然是我们的夏季享受的系列节目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从头瘦到脚给大家讲了 如何瘦脸 如何瘦胳膊 如何瘦腰腹 如何瘦臀部 今天终于到了脚的这个部位了 如何瘦腿 其实拥有一双这个非常修长美丽的腿 也是很多女孩的梦想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具体来为您探讨一下 怎么来瘦腿 为您请来的依然是来自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整形外科的 副主任医师朱丽 您好朱医师 您好 首先这个想要问一下 朱医师的是炎炎夏日到来了 很多女孩穿裙子都会把腿露出来 那么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的腿 快速的变瘦变漂亮呢 从整形外科的角度 那个让腿快速变瘦 还是用脂肪抽吸数 这样是比较好的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呢 脂肪抽吸数的原理呢 还是最多的呢 就是利用这个肿胀麻醉技术 把这个配比一定浓度的这个肿胀液 注入这个要吸纸的这个腿部 让这个脂肪层 让这个脂肪层快速肿胀 使得这个脂肪细胞呢 渗透大量的这个胜利盐水和麻药 让它逐渐的这个胸脏破裂 这样呢通过这个真空负压和这个 通过吸纸头把这个脂肪抽出来 达到减瘦的目的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瘦腿的过程当中 这个腿呀它分成大腿和小腿 那么我们如果说吸纸的话 是不是也得分这个大腿吸纸和小腿吸纸 这个有什么区别 手术的过程当中会有些什么不一样吗 从解剖部位呢 当然大腿就是膝盖以上到这个腹部沟这个位置 这个属于大腿 小腿呢就从裹窝以下到脚踝 从解剖部位 从这个手术呢 当然这个大腿呢 它是可以环息的 就是包括前后内外都可以做 小腿呢一般就是后内和外 一般就是 前面基本上不需要 对 迎面骨那部分很薄 它没有什么脂肪 所以一般就是 区别就在大致就在这个位置 像这种腿部吸纸数的话 是不是也是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做呢 还是怎么样 腿部吸纸数 从原则上来说 还是18岁到55岁这个 一般比较长 就是比较发胖的这个年龄 那我们平时吸纸的这个量 是怎么来控制的 另外大概每一次是吸多少出来 从理论上来说 这个一次这个吸出的量呢 最好纯脂肪量不要超过4000毫升 这是一个安全的这个剂量 从这个注入麻药的这个 中毒剂量呢 要控制在这个每公斤体重 35毫克 就是利多卡因这个麻药的这个 控制这个量 我们这个吸腿部的脂肪 大家也会注意到说很多女孩子的腿啊 它有这个X型的有O型的 这种不好看的腿型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腿部吸纸数来稍微的纠正一下 改变一下 轻度的这个X型腿 比如像这个小腿 这个和这个大腿的这个交界的地方 就是膝盖部分 就是大腿下三分之一这个地方 如果脂肪堆积比较多 像这个膝盖内侧造成的这个 轻度的X型腿可以通过吸纸来矫正 但是这个主要像X型腿和O型腿 这主要是骨骼的这个畸形造成的 这也需要在脚型外科的这个领域 通过这个对骨骼的这个修复 来达到这个彻底矫正的目的 腿部吸纸只能说是轻微的进行一些调整 但并不能说达到这个整个的 把它这个塑形把它变成特别正确的这个形状 好来再想问一下的是 这个腿部吸纸术的术后的效果怎么样 安全性怎么样 另外这有没有后遗症 腿部吸纸术的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特别是这个对腿型的这个塑形和这个减瘦 特别是这个维度的这个减细 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这个安全性呢 还是就是一个是这个正规的大医院 和有经验的医生是有保证的 另外呢就是这个 一个效果这个维持 当然这个术后还是要通过这个 这个适当的锻炼活动和这个饮食控制 来达到这个一定的这个脂肪的这个稳定 就不能堆积的更多而造成反弹 比如说散步啊 骑系自行车啊 都可以啊 但是这个呢是要在术后两个月 就是等已经完全恢复了以后 如果你早期就就很多人不注意休息 做完以后就上街逛街去了 然后很快就会造成皮下的淤血啊 肿胀啊 而且这个血清肿啊 很多这个冰发症就出现了 所以说如果术后的话 还是应该要尽量这个平躺 或者说是在 适当的下肢抬高 促进这个静脉回流消肿 尽量的少直立或者行走 对对对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问题 这位网友说 这是一个23岁的女孩 大腿很粗都是肉 那么想要问一下 做腿部吸纸好吗 腿部吸纸手术以后 多久可以运动 大腿特别粗都是肉 这个我不知道它指的是 是肌肉呢 还是就是这个脂肪 所以有些就是年轻的时候 就是从小在体效锻炼 在某一个项目上 有一定的突出的表现的 到了这个 爱美的这个年龄呢 他就会后悔了 特别是有些 比如像年轻的时候跑步的 或者是有些踢足球的 这些运动员 他腿部也很粗 但是他皮下脂肪很薄 它主要都是在肌肉 这个就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做不了了 对做不了吸纸了 另外呢就是这个 吸纸术后多久能运动 这个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一般最好剧烈活动 像爬山 骑车 这个游泳 长距离不行 像这个一般在术后两个月左右 是比较好的 好的 这位他说 我大腿吸纸后 好像没有瘦 而且走路会痛 一块青一块紫的 有点麻痹 走路不能够正常了 那么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 我会变瘦吗 会有后遗症吗 这样的情况要持续多久 树身裤晚上要不要穿 这个吸纸术后 没瘦 而且走路特别疼 没有瘦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多长时间了 他可能刚做完以后 我们一般这个 据我的经验 做完手术以后 第一天 因为 百分之八九十的这个膨胀液 都已经引流出来了 这个一般呢 就很快第二天能看到效果 一般这个效果呢 就是你三个月到半年以后的 最终的效果 当然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 他没有瘦 他说的是多长时间了 另外呢 走路还疼 他是不是这个 因为有些手术操作呢 可能 操作的比较深 刺激到这个 腿部的这个身筋膜层了 所以呢 就会有产生一些 比较 时间比较长的这个疼痛 会出现这个情况 轻一块紫一块呢 可能就是跟他这个 走路多了有关系 因为我有些这个病人 回来以后 他说我哪都没去 但是在复查的时候 看他腿上就是 很多的鱼斑 他最后追问他还是 第二天还是逛街的 去那个出去玩去了 所以只要你一走动 他这个皮下 因为刚刚深层和浅层之间的脂肪 被抽掉了 他这个两层之间 他会错动的 一错动就会有出血 出血就会体现在皮下 出现鱼斑 所以还是需要休息 有点麻痹 还是有些麻木 这个可能是有些麻木 麻木有些是正常的 就是因为你刚做完手术 他这个皮神经会损伤 你摸着就好像 虽然你直接接触到皮肤上 好像老隔着一层衣服 所以你感觉不是很敏感 这种要特别注意 就是有时候冬天 这个你有时这个被子里头 要放一些这个暖被子的东西 有些这种病人就由于敏感 不敏感 所以把皮肤烫伤了 有这种情况 这个走路都不能正常了 那可能就是他这个 有些疼痛造成了 我觉得通过休息 他还是会达到这个康复的 最终还是会康复的 这个后遗症呢 应该是不会留下吧 后遗症呢 我不知道他这个 在什么地方做的这个手术 所以呢 就是像这种平整度 或者是青一块紫一块 这个有些就是早期 如果不注意休息 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瘀斑 他要有一个吸收的过程 如果有些人呢 他就会在皮下 形成一些这个色素沉着 这个色素沉着 要在很长时间 才慢慢才能逐渐的消退 有些人他就不退了 就出现一些相对 这个时间比较长的 所以这个色素沉着呢 就看上去就像一个凹陷 光亮的地方 没有色素沉着 就像是突出的部分 所以呢 就看上去就像是凹凸不平 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一定要在做完之后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休息 那么像这种树身库 还是应该要穿 我觉得还是要穿 对 坚持穿一段时间 对 因为他没有说这个手术的时间 和现在恢复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一般在对病人的要求 是要穿三个月 至少24小时 至少24小时不间断 要穿一个月 另外白天穿 晚上睡觉可以 就是轻松一下 这样呢 就是至少这三个月 是24小时不间断 要坚持一个月 而且尽量要把脚抬高一点 让他回流 一般就是 也不是抬的越高也好 一般就是30度 对回流 稍微有一个小垫子垫一下腿就可以 对 然后这位网友问的是 什么是腿部溶脂减肥素 和细脂素是一回事吗 这个溶脂素呢 也是一种 这个方法 就是它要按照一定的 当然是有化学和物理的两种 这个化学的溶脂素呢 它是把一定的液体 要注射到这个要治疗的部位 这个里边呢 可能促进局部 这个产生一定的脂肪酶 所以让脂肪可以达到这个溶解 量少呢 它可以局部慢慢就吸收了 如果量多 还是要需要给它吸出来 或者倒出来 另外呢 还有一种就是物理性的 就是通过这个一种 发射一定频率的这种 这种电磁波 然后局部这个脂肪 还是就是达到破坏这个脂肪 让它逐渐慢慢溶解 当然这个最终 这个被破坏和被溶解的脂肪 是自己吸收呢 还是被吸出来 所以这还是 吸脂素跟它是没有矛盾的 如果你量大还是要吸出来 对对对 好的 这位他说 我长期在电脑前工作 下半身很胖 大腿特别粗 我想就做大腿的吸脂 那么做大腿吸脂是 在哪个部位把脂肪抽出来呢 就是这个涉及到 这个手术切口设计的问题 我们一般大腿呢 就是刚才我说到 就是在臀 这个臀横纹的内侧三分之一 就是我们站立的时候 利用自然的臀横纹 可以把这个伤口盖住 前面的切口呢 一般就是在腹骨沟韧带 到这个大阴唇的外侧 有一个也是 就是你即使穿这个 比较窄的这个泳衣 或者是钉子裤 也可以盖住这个伤口 不会被看见 看出来 所以这个基本上 所以就是大腿 每一侧大腿 是两个切口 每一侧的大腿 会有两个切口 对 因为你在腹卧的时候 一般就是可以操作到 三分之二的面积 都可以吸 就是操作完了 平卧以后就是 像前面这个 前面这一条了 所以就是还要开一个切口 所以至少要有两个切口 才能完成这个手术 好的 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 朱医师给大家带来了 关于腿部吸指数的 相关的内容 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都为您带来了 相关的如何在夏季瘦身的 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节目 从头瘦到脚 也希望给您能够有所收获 希望您在这个夏天 也能够美美的涉瘦的 好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们这一周的健康有约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